折戀斯基能不能代表乌克兰 也就是乌克兰能不能代表自己乌克兰 还是美国人说了算 这有意之旅 美国已经表达态度了 对这怪不怪 憂慮俄乌战争即将升级 到了美国一巴掌 就表示乌克兰把他的希望 借用于中国 对乌克兰危机 延宕升级可能失控感到忧虑 双方的决战即将要开始 乌克兰已经越来越难支撑下去了 乌克兰已经面临一个后援不济的窘境 乌克兰的军队是凶多吉少 习近平在促成了沙伊两国的复交之后 中沙伊后难道是轮到中俄乌了吗 他即将要做俄乌的调人 换句话说 他要当一个和平的缔造者吗 这是初步的一个动作 不会是一个马上能够达成的一个目标 主要的就是先了解俄方的想法 因为中方已经提出他的处理的原则 就是十二点中国的立场 那讲得很明白 俄国有赞成的地方 也有不同意的地方 乌克兰也有赞成的地方 也有不同意的地方 对习近平来说的话 他想要知道哪些地方是俄国不赞成的 有什么难处 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 那当然之后一定会听 泽连斯基的意见 可是问题是 泽连斯基能不能代表乌克兰 也就是乌克兰能不能代表自己乌克兰 还是美国人说了算 这个是后面的事情 但是我们看到这次已经定调了 中国大陆很明白地定调 这友谊之旅 对 友谊之旅 友谊之旅就是破解了 这个美国他们一直在挑拨中俄的关系 他也有讲和平之旅 友谊之旅 合作之旅 第三个 友谊合作和平 对 然后第二个合作之旅 就是有一系列的合作文件要签的 这个很明白了 所以您看他们的工作会谈是一整天 这是扎扎实实的 不是礼仪性的 也不是礼貌性的 也不是那种 万样文章 对 也不是做文宣的 绝对不是 是扎扎实实的 很多问题都要谈论 那这些都谈完了以后 会有一系列的战略文件都会出来 那最后那当然就是和平之旅 和平之旅我相信 关键的地方就在于谈 俄乌的问题如何能够解决 那我个人是觉得 就是说乌克兰 俄国跟欧洲 其实都希望能够停火指战 对 但是美国已经表达态度了 反对 这怪不怪各位观众朋友 他去莫斯科应该是在马克宏 去中国大陆之后 对 我们那时候都是这个论调 都说应该他会先了解欧洲的看法 对 那我觉得之所以会提前发生 应该是忧虑 俄乌战争即将升级 所以他要挡住那个态势 那他认为不能拖到四月 因为你看他今天花锤银是宣布两个行程 一个是3月20到22他要去莫斯科 然后第二个是鲁拉巴西 要到中国大陆 是3月26到31 所以习近平是很忙 所以他就在想鲁拉既然来那个时间 我又不能离开 所以就赶快去 然后回来之后四月 我觉得他至少会产生两个功能 第一个因为俄乌跟这个沙伊是不一样 沙伊本来就双方有想要互相和解的意图 而且中间也经过几个国家在努力 可是分量不够所以没有实现 比如说伊拉克 安曼 阿联酋 都做过中人 可是分量不够 那最后中国出面 那俄乌中国在这里 我觉得会有一个 就是他向世界再次证明 他是唯一可以跟双方同时 有信任的来往的唯一的国家 而且也是够分量的国家 那光是库列巴愿意跟秦刚做这样的对话 就等于是打了美国一巴掌 就表示乌克兰把他的希望寄望于中国 美国现在还在搞说什么 阿里巴巴的无人机被打下来 你不觉得这是一个很讽刺的对照吗 我觉得在这里就是你看他讲的话 他说对乌克兰危机 延荡升级可能失控感到忧虑 我觉得应该就是这个原因 就是怕失控 所以他就决定要出手 那出手的话 我觉得双方都会给他一定的面子 因为这里有寄望 有寄望就 就会缓一缓 那至少我能不能讲的就是说 至少不会让这个冲突升高是先暂缓 对对对 那老师刚讲一点我是很同意的 就是说那我们先就这12点方案 听听俄罗斯的意见嘛 你这到底哪里觉得你做不到 比如说第一点 坦白讲我讲白了 你俄罗斯也超出你原本的计划了 你本来只要处理顿巴斯 顿巴斯地区 结果你现在杂波罗斯的电厂 跟赫尔松都给人家吃下去了 所以就是第一点 你的想法是什么 我觉得中方要了解他的底线 那这个当然不会那么快 可是他既然出面了 就会使得这个战争升级 变得比较不容易 他如果不出面的话 会升级到什么状况 俄罗斯已经全面轰炸了 已经发生了 那他接下来就巴赫姆都会吃掉 那接下来就要继续打斯拉维亚斯克 那就是顿巴斯最重要的补给大臣 那他就是要把整个顿巴斯 整个吃掉 就春季的攻势 就要开始 目前调兵调了几十万的军队 到乌东地区了 所以双方的决战 即将要开始 那乌军在几个地区被俄军 因为俄军有个战略 他就是歼灭有胜战力 就是故意咬的一个点 您刚刚讲的那个点 所以死了很多人 对 咬那个点 然后那个点乌军死了很多人 因为乌军放不下去 然后俄国故意咬那个点 所以乌军就一直增援 然后俄国是用六倍的弹药 来去轰炸 也就是说不再像过去一样 地面部队直接投进去 用泡兵不断地轰 所以乌军在这个地方 所以乌军的守军都怀疑说 为什么要我们战略死守 然后为什么部队一直增援过来 那我的研判是俄国故意咬住这个点 因为它是一个战略点 咬住这个点的时候 是把乌军的有声战力把它殲灭 然后让乌克兰的有声的军队 人数变少 特殊一点就是说 中国的战略很清楚的 就是要推动至少俄乌要停火 因为停火有几个重要的动机 第一个很明显的 乌克兰已经越来越难支撑下去了 这一点包括美国的媒体 或美国的官方也不否认 看在欧洲各国里面也都很清楚 去年给乌克兰一千多亿 今年还能有办法再给一千多亿吗 难 很难 欧洲已经也没那个力量了 那美国现在银行危机那么多 它还有多少钱可以撑 大家也都怀疑 所以乌克兰已经面临一个 后援不济的窘境 如果真的要再对决打几场大会战 输赢之间自己应该都很清楚 所以如果说能够有中国帮忙停战 乌克兰至少可以争取时间跟空间 喘一口气 要打也等到说 停火破裂以后再来打都来得及 现在如果接下去打一场大会战 乌克兰的军队是凶多吉少 我想乌克兰自己很清楚这一点 要不然他也不可能说 这个时候就是要准备跟中国 来接纳他的一个作为跟方案 那俄罗斯呢 他虽然是在小战争里面 这个局部的战役里面 他占了很大的上风 可是俄罗斯在国际形势上 对他的封锁也不是一个 也不是一个俄罗斯的长久的策略之一嘛 所以他也希望说 这个问题能够尽早有个方案 或有个底定 那中国刚好扮演这个角色 那中国的立场一定是劝和不劝打 因为就一带一路的这个策略来讲的话 俄罗斯是好朋友 乌克兰是好朋友 所以你看乌克兰外长 就特别跟秦刚讲 谢谢中国对乌克兰的人道主义的帮忙 这个没有浮上台面 可是这个金额一定不小 至少那些难民搞不好都中国要帮忙养 这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 所以要不然的话 他不可能在电话上 直接了当跟秦刚说谢谢嘛 那这里面有个战略上的共同点 就是伊朗跟沙地阿拉伯恢复邦交 恢复安全合作 其实中国发这么大的力气 因为他们两个都即将成为金砖组织的国家 你不能说你们两个都参加金砖组织 都是我的好朋友 那你又在金砖组织里面吵成一团 一样一带一路要经过俄罗斯 也要经过乌克兰 所以中国会加码加大力量 可是这个是代表中国的国力跟威望的提升 美国看在眼里面他当然要吃醋 所以意思就是说 如果现在挺好乌克兰吃亏的 要求乌克兰继续打 能不能占领更多的优势 那你美军为什么不下场 这是很现实 你美军不下场乌克兰已经打不下去 那今年要不要再给乌克兰一千亿 如果有的乌克兰还是有力气打 可是人命的消耗已经很难补齐了 乌克兰又要再动员一次 我们都知道 刚开始在第一轮动员的时候 但是还有身强体壮的 动员到最后一定都是老落残兵 那对乌克兰来讲是情何以堪 所以我觉得乌克兰要争取休息的空间 就战争来讲也是一个可以谅解的一个方法 那现在就是说如何达成停火 以及未来的政治安排的讨论 那这一点美国当然不乐见停火 可是你美国自己也撑不下去 那你怎么可以怪中国在这个时间出手 当然中国这个时候一定是如履薄冰 多方询问 但它最大的优势就是说 它跟俄罗斯没有仇也是朋友 跟乌克兰也没有仇也是朋友 那全世界要找到这种可以当核四老的 算一算 只剩下中国或者哪一个国家 我一起想或中国梵蒂冈而已 就没有别人了 梵蒂冈不可能插这种手 我土耳其试过 分量不够 土耳其太偏向某一边了 以色列也试过 以色列被认为太偏向某一边了 所以这个是比较麻烦 你一定要中立到一定的程度 而且两方面你都有帮他忙 两方面当然就要卖你面子聊一聊 因为他渴望继续获得你帮忙 不管乌克兰的人道主义援助 或者是对俄罗斯的金融上面的支持 中国都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 所以两方面当然都要多多少少把中国的话听进去 海黄鲍鱼干贝AXO酱 这个你只要加上一瓢味道马上升级 它蛋白质是鸡肉是牛肉还有虾的三倍 更是矿物质远高于鱼翅燕窝之上 赶快上快点购 输入我的推荐带吧 CTI627就可以享有折扣优惠哦